芳香 闺蜜 聊聊天 来聊聊天吧 我是一星 我跟佑文呢 两个人都非常的热爱芳香聊法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都有蛮多的心得 喜欢跟别人分享 因此才有这个频道的诞生 期待在探索芳香生活的路上 能够与你一起走过 那目前每周四 我们都会上架新的节目 邀请你追踪这个频道 跟我们一起更认识金油 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 是一个访谈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 要跟我们分享 谈论的主题是 芳疗能量学 不知道大家听到能量学的时候 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想象呢 在维基百科里面啊 能量学指的就是在探讨说 你如何透过改变 自己的内在能量 那进而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也就是说呢 能量学其实有点像是 你的人生说明书 让你真正的掌握 自己人生的主导权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 虽然能量看不到 但事实上 其实它是无所不在的 比如说像是植物啊 植物它吸收到阳光的能量 那它就可以慢慢的长成一个完整的大树 或者是一个完整的植物 包括人的成长也是 你看像小朋友呱呱坠地的时候 还差不多50公分左右 随着时间的增长 其实他们就是慢慢的变成 变成一个再也回不去肚子里的小朋友 所以其实我想让这些东西 慢慢长大的过程 其实就是他们吸收到 他们该有的能量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方疗师 叫做辛西亚老师 他原本呢是钥匙的背景 因为特殊的原因 他接触到了方疗 那等一下也会邀请他来跟我们聊聊 他是怎么样遇到方向疗法 不过呢一开始我们可以先来聊聊 能量学的部分 那我们欢迎辛西亚老师 那个谢谢一心老师的邀请 辛西亚老师可以跟我们聊聊 像你对方疗的能量学 比较有研究对不对 那你能跟我们聊聊说 在你眼中的方疗 要怎么样跟能量结合呢 那像刚刚一心一开始提到 能量学这个部分 那你提了两个部分 一个举例是植物 植物的生长过程当中 他可能在他不同的生长的气候 或者是不同的生长环境当中 他会长出不一样的特质 那我在上中医学疗课的时候 有听到老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他说植物其实在这个物质界当中 其实没有真正的颜色存在 植物它会长成什么样的颜色 就从一开始 他决定要让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分 然后有什么样的作用 他就会选择他要生长成什么样的颜色 所以中医很讲颜色对应到 哪一个部位或是它的功效 这是首先的分类 在我的理解当中 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植物的能量 因为你在一开始决定的时候 你就想要去怎么样的支持对方 然后再来呢 你可以对于周遭的整个生态界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那这个也是会影响能量的部分 所以就两个部分 可能功效啊 然后作用啊 或者是你对周围的不管是人事物 或是整个环境 你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就会可以很直接的去影响到 这个植物它的能量会是什么样子 我会比较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来解释能量这件事情 那能量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是特质 这个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部分 就像是我们常会讲 我们靠近一个能量很充沛很饱满的人 我们就不自觉会受到它的影响 在它的旁边我们也会觉得精神好像被提振起来了 这个可能就是它身上的一个特质 或者是一个气质 它是不需要透过我跟它有交谈 或者是我跟它有互动 那我在它身边就可以感受出来 它散发出来的能量 那植物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看着一个植物 那我们会感受到它好像有很漂亮的感觉 或者是它会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温暖的感觉 或是很温柔的感觉 那这所有的感觉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概括在能量里面 就是不需要透过言语或是互动 然后就震动出来的一种 细微的我们看不见的 但是就在空气当中弥漫着的 然后可以相互影响的一个震动也好 或者是我们讲我们看不见的分子也好 粒子也好 那它都是存在的 那所以辛西亚老师提到的能量啊 你是可以感受到的吗 比如说我可能跟我没有见过面之前 那你看到影像中的我 就是是怎么样的感觉 其实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这样的能力 只是我们很习惯会用的大脑去判断 跟思考一切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忘记 其实这个感受是随处都存在的 那我们现在试着就是闭上你的眼睛 然后去想象你的面前有一株黄色的植物 你去想象一下 太阳在它的上方照射 然后微风轻浮吹过 那你去想象一下 它飘到你鼻子里面的味道 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黄色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刚硬的味道 那你再想象一下 它现在长出脚出来 然后走到你的面前 会跟你说话 那你想象一下它跟你说什么 说嗨你好 谢谢你看到了这么开心的我 我希望为你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天的心情 这个就是所谓的能量 你在画面当中你可以感受得到什么 然后这就是你心里的一个感受 这就是我们可能透过植物 或者是透过我们还没有见面 但是我透过想象或是感受 我可以在你身上感觉到的这一些 其实就是你给我带来的能量 那比如说我在还没有跟你见面之前 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可以稳定人心 然后你身上有个很宁静跟稳定的能量 那我在今天再见到你的时候 又在跟确定这个感觉 那这个就是你身上的特质 然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 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提出质疑 就会觉得这是不是我头脑的想象 好那我们要讲 能量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个人的 就像食物一样 我们同样喝一碗汤 它可以带给你身体什么样的支持 有些人会觉得很暖和 但有些人会觉得很脏 那这是很不一样的结果 那能量也是 它会有你的自身的经验 从小到大 你储存在记忆里面的那一些 翻开来之后综合起来 你对这个人的感觉是什么 那就是它带给你的能量 所以能量这件事情一直都不是 我告诉你说 我这碗汤喝下去 你就会觉得全身很暖和 然后你就会跟着我的话语 有这个感受 所以你完全不用去害怕说 这是不是我大脑想象出来的结果 因为这是依照你个人的经验 去产生出来的脱离不了 它要带给你的影响 所以依照你个人 它可以给你的支持跟给你的感受 这就是它对你这个人而言 专属的一个能量 所以欣西亚老师讲的这个能量的部分 其实就是每个人内心真实感受到的东西 是吗 是的 了解 那欣西亚老师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 像这样子的能量要怎么样跟方疗来结合呢 跟我们有很大一个比重 都是在讨论植物 那精油它就是植物的一个产物 所以我们看到一朵花 我们会觉得它带给我们很温柔的感觉 相对的它把它做成精油之后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香香的 然后擦在身上 我们会感受到很愉悦的这个精油 感受到它要带给我们的支持跟能量 所以说植物的香气也是代表植物的能量吗 是的 我们从所有的感官都还没有开始发展之前 人类最开始会有的感官就是嗅觉 因为它是生物最本能的一个防御机制 它不需要透过其他我们看得到 或是摸得到的感官 它就可以去提醒我们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在我们手中的这个一瓶一瓶的精油 我们是要怎么样去感受到它这个植物的能量呢 我们首先拿到一瓶精油打开它的盖子 很直观的就可以先接触到它的香气 每一个香气里面都是一个化学分子 那当它跟我们的嗅觉接受体结合的时候 在我们的大脑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效应 那这个就是它以科学的方式可以去带给我们的能量影响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个人的经验的部分 比方说我小时候看过的植物 然后在看到这个植物的时候 会跟什么样的情绪连接在一起 那这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头脑意识开始会去检测 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情绪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很单纯讲能量的部分 那我们在打开一瓶精油的时候 在你都还没有去思考 还没来得及思考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简则 就是我喜欢或是不喜欢 这个香气 那你会下意识的去抗拒 还是你会下意识的想要去熟悉它 那这个就是精油会带给我们的能量 那会主要来自于 你跟它有没有想要去连接 就像一个食物一样 可能你从小到大 就是会很不喜欢吃某一种食物 但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但我们可能唯一可以讲得出来的 就是我觉得它凑凑的 或者是它咬起来的感觉不好 可是我们实际上说不出来 就它到底带给我背后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会让我去抗拒它 那这说不出来的那一个感觉 其实就是所谓的能量 那就代表它想要给你的支持 你没有接收器去接收它 所以你们俩就没有连接上 那在我们看不到或者是摸不到的背后 就是能量在影响着我们 以精油来讲的话 很直接就是香气 那像刚刚辛西亚老师你有说 如果今天闻到一支精油 那我不喜欢它的话 我可能就会内心会有点抗拒 甚至就把它关起来 那这样子我要怎么样再打开自己的心 去更认识这一支精油呢 在我们在学习精油能量学的时候 会有一个最初步的分类 比方说我们会从植物的萃取部位 然后我们人类就是初初的帮它分类 比方说花朵类的精油 那因为它的采集过程是要备受呵护的 然后它的栽种过程当中 也需要去小心 因为它身上的香气 那很容易就会吸引一些虫子啊 或者是侵害 那它都在在显示 它是非常需要被呵护的 那我们在它身上可以感受到能量 就是我们想象它是一个人好了 一个人它从小到大 生长的过程当中都是备受呵护的 那我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我也会特别的知道要尊重它 然后不能很粗暴的去对待它 跟它相处 所以呢精油也是这样 你很直接的会在它身上感受到 它从小就被呵护长大的那个感觉 所以用在我们身上 擦在我们身上 当它融进我们皮肤 跟我们身体里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是需要去呵护自己的 就像我们平常很喜欢花类的精油 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很小心的使用它 以相反的例子来讲 就是像一些药草的精油 我们反而就是很卖力的使用它 而我也会快速的希望这一支精油 带给我们的疗愈的作用 就是药草类的这一类的精油 谢谢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说 如果我今天呢 对一支精油的能量 其实感受还没有那么深的话 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去练习 会比较好 好的 我们一定在学习精油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都有听到 我们要训练 我们对香气的敏锐度这件事 那这件事情不见得 一定是要拿到精油开始 才来练习这件事 对于生活上面 各种充斥的味道 我们都可以去提升 我们的敏锐度跟感受性 比方说当我要吃一餐饭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 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去吃白饭 但我今天不想要吃面 你闻到饭的时候 你身上的感觉是什么 那你想象面在你脑海里面出现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吃进去 最直接接受的就是胃 那你感受一下你胃的感觉是什么 你的拖椅有没有在分泌 这些都直接会告诉你 一个结果就是你想要或不想要 那练习久了之后呢 当你走到一个精油的门室里面 拿起一瓶精油来 那你打开来闻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直接的跟你的身体 连结在一起 你会知道你是抗拒的 还是敞开来要去准备好接受它的 那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选择方法 所以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拿到精油 才可以练习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把感官放大到 我们日常生活都会接触到的香气 比方说每一个人都一定会 进到厕所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想在里面停留太久的时间 那进到睡觉的睡房的时候 那你一定就希望你可以是舒舒服服的 不会是热热闹闹的味道在里面 那这一些其实就是跟我们会产生出来的一个 不管是心情上的 或者是我们跟内分泌相关的 不管是生理上的心情上的 那这一些变动都会有关系 所以呢 你可以先把你自己的感觉提升起来 觉知觉察多一点 你希望在你的身上去得到什么样的反馈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然后再去寻找你想要什么样的精油 那你拿到这一支精油的时候 它可不可以给你相对应的 产生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它就可以先让你去练习 你跟精油互动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然后再来我们才可以增加多一点进来 你再去买一支新的 你没有开封过的精油 然后我们要去练习去感受它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加强了你的感受性了 你已经会有放很多感觉 不是只有喜欢跟不喜欢 你可能还会有多了一些温柔感 或者是多了一些疗愈感 或是多了一些轻松 然后与活泼或者是热腾腾的 那些感觉放在里面 那当你的感受多了起来 那你在接触能量这件事情 香气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有够多的感受去跟它做连结 闭上眼睛你想像柠檬 你会开始先觉得你的嘴巴酸酸的 然后会拓异多分泌的感觉 那再多一点感受 就是你从刚刚增加的20个感受里面 去挑一个你觉得跟它最接近的感觉 比方说你可能会觉得很轻松啊 然后很多热闹的气氛在里面 所以你闭上眼睛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 可能是过年过节 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吃饭聊天 很轻松很热闹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去训练 你怎么样把感受 或者是画面跟精油连接在一起 进而你再去感受它的能量 那能量你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热闹的背后 那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能量 就是当我沮丧的时候 它可能可以很快的给我一个 很轻松不要想这么多 然后又很正向的一个感觉 嗯对耶 听完欣欣老师这样子的分享啊 其实我就想到说 之前在没有这么容易 做这些感受的时候 其实拿到一瓶精油 你就真的只是拿到这一瓶 比如说澳洲茶树 我今天就是拿到澳洲茶树精油 那我就把它打开盖子起来 闻一闻 嗯原来澳洲茶树是这个味道 那如果我没有要用它 我就把它盖起来 放回到柜子里面 就是不会特别像 欣欣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你好好的去感受 这一瓶精油 然后去好好的去问自己 对这一瓶精油的感受是什么 进而跟你的一些情绪 去做连接 我觉得这个是在 在我学了一段时间的精油之后 去了解这些疗效啊什么之后 这一块反而是我最近 是蛮想要再更多的去认识跟理解的 那我们等一下呢 可以请欣欣老师跟我们举例一些 他怎么样去感受精油的例子 那因为呢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访问欣欣老师 所以呢 我想要请欣欣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他自己的背景 还有呢 他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来遇到了方疗 进而现在就是也是一个方疗师 很热爱精油 一开始我是医疗背景出身嘛 那我本来就很容易会接触到 跟疾病相关的部分 那再加上我自己是多年 妇科肿瘤的一个症状 然后我大量的在吃止痛药 然后开到两次 但是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 反而大量的用药 造成身体有很多的后遗症 那我就开始会想要去探讨 除了用药之外 我们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很简单的 让身体回归到自然的方式 那除了当然我们调整日常作息 饮食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回归健康 上网去搜寻 我就找到了精油 一开始我对这个香香的产物 只是因为也很爱漂亮嘛 有很多妇科肿瘤的个案 大概都会跟我一样 会很注重容貌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我们皮肤会很容易很干燥 然后擦什么保养品都吸收不进去 然后或者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然后我们也会很容易气色不好 或者是容易看起来比较 好像眼睛很容易下垂啊 很容易长出一些纹路啊 斑点啊 所以从一开始 我除了喜欢精油香气 然后天然之外 我比较着重在 它可以去带给我们女生 荷尔蒙怎么样的调整 然后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变得更漂亮 或者是气色更好 刚开始除了调香之外 我就是从手作保养品的部分 先开始下手 那手作保养品 这件事情就是需要你相较来讲 比较标的性的去认识精油 因为你要涂抹在脸上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美白 那美白的精油会是哪几支 然后它就会要比较精确一点 然后从这边开始去熟悉 精油的生理作用 然后就慢慢发现 精油它可以扩及的层面非常多 那也激起我很多的好奇心 然后就开始一直上了很多的课学习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我成为一个方疗师 然后我也很喜欢香气 所以就也拿了调香师的证兆 我觉得辛西亚老师的过程 其实跟我也有一点像 像我之前有分享过说 我也是因为保养品的关系 我是希望我擦在我身上 跟擦在我脸上 就是都是用天然的成分 所以我也是一开始也是接触到 天然的保养品 那这些天然的保养品啊 其实它们都会有一点共同的特性 就是比如说它里面会强调说 它用了什么样的植物油 比如说玫瑰果子油好了 就说玫瑰果子油会有滋润皮肤 然后有稍微美白的功能 那除了这些高效能的植物油之外 他们也会强调说 它添加了很厉害的精油 像最近比较有名的就是海茴香啊 或者是食食存熏芋草 这几只精油可以让胶原蛋白增生 这几只精油被发现有这些活性之后 其实在芳疗界也很红 我觉得在学习的路上 其实真的蛮有趣的 因为老实说即使知道了这些精油 有这样子的作用 但是我必须老实说 你在第一次擦上去的那一刻 其实是感受是没有那么深的 比如说你常常有去做医美啊什么的 擦上精油的感受 绝对没有办法马上媲美医美 但是其实我觉得长期 这样子使用植物性的产品下来啊 我觉得自己的皮肤跟状况都稳定蛮多的 所以会发现很多方疗师 自己的皮肤状况都是非常好的 即使没有上妆你都可以从他的皮肤 感觉出来一股光亮的感觉 对发亮就是会有一个发亮的感觉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虽然有一点年纪 但是可以从他的皮肤看到说 他的纹路啊是比较细致的 我觉得我之前像在很年轻的时候 因为很爱漂亮嘛 然后就是擦了大量的保养品的时候 其实皮肤是我就有一点灰灰的 我觉得好像就很多层东西叠上去 然后那个灰灰的感觉 但是现在的真的就是皮肤色 然后会带一点透亮的感觉 而且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如果你擦的是专柜的保养品 一段时间你没有擦的时候 你就好像萎缩枯萎了一样 但是你用这些天然的东西 它是让你回复到你皮肤 原本就有的一个饱满的状态 你一段时间没有擦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不会是退步的 对没错 那欣喜老师你刚刚你有提到说 你喜欢手做保养品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说 你手做保养品都怎么样使用在你自己的身上 或者是你都怎么调配哪些产品 我以前是一个不太喜欢 脸上秃秃摸摸的人 所以我自己在使用其实没有太繁琐的过程 我大概就是一瓶植物油 然后基底油是现在可以负荷到我肤质状况的 比方说在秋天这个季节 我皮肤比较容易会干燥 然后我就会选择沙脊油来做基本的调配 然后里面再选一些除了香气之外 然后功效上比较保湿的修复皮肤的精油 比方说广阔香啊或者是乳香啊这一些 那我就会先开始拿出来用 预先做准备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等到冬天的时候皮肤开始在干裂的时候才开始加强保养 但是其实在秋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水分补充够 你就会发现冬天那个不舒服的状况会好很多 那我自己在使用的话我就会比较是一次不会配很多 我大概就是什么什么小小瓶的在使用 因为学方聊的人都会很贪心 就会想要这一瓶也可以保湿 然后这一瓶也可以美白 然后这一瓶也可以除皱 你就会希望什么都加在同一瓶 但是我们自己在学尖药的时候又知道说 我们要抓在那个安全剂量里面 所以小小10瓶一瓶就不能超过10滴 那你怎么有办法把所有的功效都具体在里面 所以你就配的10瓶可能这一瓶我就比较专注在美白 然后下一瓶我就希望它可以除皱 然后让皮肤紧致一点 所以我就会配小小瓶的然后交替着使用 对跟我自己想法一样 我自己是配了比如说5瓶 5瓶然后因为都已经稀释过了 所以再分别再滴个一滴 然后这样擦好像也还不错 只是这个就真的比较麻烦这样子 所以其实方疗师都是很容易变心的 所以欣欣老师你是洗完脸后直接上精华油吗 我会先上油然后再擦唇露 这是跟专柜保养品教的方法很不一样的 因为你先擦油进去 它不会在你的皮肤外面 以比较天然的植物油来讲 它的分子并不会特别大 如果你单纯只是擦植物油的话 擦在你的皮肤上面相较是好吸收的 它不会像市面上的保养品 当你擦到最后一层油的部分 它好像是最后一道 然后会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一个薄膜 然后没有办法吸收进去 但是如果是单纯的植物油 你擦在皮肤上它是相对很好跟你的皮肤就结合的 然后擦完之后呢 我才会再擦唇露 就好像你后面有一个比较小分子 然后跑得很快的一个成分 帮你把油再推了一把 然后更好的去进入到你的皮肤的感觉 对我们都知道植物油是可以透过角质间隙 进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嘛 那刚刚欣欣老师提到 先擦油 然后再擦唇露的这个保养的方式 的确跟我们平常顺序是有一点颠倒 但其实这样的使用方式我也有听说过 最近也是有听到说 比如说你在敷脸的时候 像平常如果你很多唇露 或是你喜欢用唇露保养的话 会用唇露来湿敷嘛 当你在敷脸之前先上一层精华油 或者是上一层乳液 那你在用面膜止腹唇露的时候 这些保养品其实是可以再更被吸收进去的 唇露就很像一个帮助这些分子 植物油的分子吸收进去的一个媒介 我们想象一下油进到我们皮肤里面的时候 就像易行老师刚刚讲的 会进到皮肤间隙里面 它很快的就会到我们的细胞膜上面 去占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的唇露一进去之后呢 它跑跑跑很快 然后就会去跟植物油就结合 然后他们两个就会很好的相融在那边 可是如果是你水分先进去的话 唇露先进去 它不是油脂类的 它不会进到我们的皮脂膜里面去 包覆细胞膜的地方 所以它会到处流来流去 它不会固定在那里 那你这时候再擦油进去 你没有办法确定 它们两个会手牵手去到哪里 原因在这边 了解 这样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 如果说大家对油保养 比较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 我之前有录一集节目是关于脂肪酸的 还有我平常是怎么样用油保养的内容 就可以进去听 那我们我们要回来能量学的部分 因为我对精油能量学这一块 其实是还有兴趣 然后也有很多的疑问 那我就真的很想要趁这个机会 问一下欣歇老师说 像一瓶精油啊 刚刚你有提到说啊 怎么样去感受这一瓶精油的特质 怎么样去感受这一瓶精油的能量 那你能够为我们举例几支精油 就是你在感受这几支精油的时候的能量跟特质吗 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参考 比方说我们现在要感受真正薰衣草的能量好了 因为这一支香气可能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闭上眼睛 去想象你去到一片薰衣草的森林里面去 然后一大片的花海 然后呢你去想象一下 你被薰衣草整个包围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旁边的日照的温度是怎么样的 然后吹过来的风 它的速度流速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再感觉一下 它整个散发出来的香气气味 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跟你的鼻子做嗅觉接受体 做结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这是第一步的感受 你可能会闻到什么样的香气 然后我们把它转换成文字 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柔柔的 然后不会是很强烈的日照 你可能会觉得是很温柔 可能是下午三四点的那种温度 所以这整个画面就会构成了这个精油 带给你的能量 就是一个柔和 何许的风吹来 然后你可能躺在里面是没有负担的 然后它因为生长得很绵密 所以它会把你承接的很好 可能你就是放开手 然后躺下去 你都不会觉得你自己有危险 因为这个泥土可能也是松松软软的 没有尖锐的石头在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它整个要带给你的能量 就是软软的 然后完全的去承接你的 这个就是初步的印象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跟精油做结合 然后再来呢我们举例第二个 柠檬精油好了 柠檬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香气 那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想像有一棵柠檬树 那你去想像旁边日照的温度是怎么样 然后它周围的场景 你会发现好像它也会有几棵 在旁边可能会是五棵六棵 然后日照可能会是十一点那种 稍微再强烈一点 然后温度再高一点的日照 然后有一些柠檬果实掉下来 在地上 然后你走过去的时候 你会闻到散发出来酸酸的味道 然后呢地上是干燥的 这样子整个画面带给你的感觉 可能就是正向积极的 然后它们是群居的 一整棵树上都是满满的柠檬 你会觉得它是绵延不绝的 很多产在上面 甚至多到它都可以掉到地上 那它掉到地上 这个过程呢可能也会让我们知道说 它是磕磕碰碰 但是它也不害怕的 因为即使有几棵掉到地上 它还是继续在生长 所以它也相对是乐观的 然后不畏惧的 这一些加起来呢 因为地板是比较干燥的 我们也不会放开手 就是直接躺上去 所以呢它有积极正向 然后强烈跟比较勇敢 绵延不绝的这个意象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是 放开自己让它去承接 所以它就不会是 跟刚刚薰衣草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不会是温柔的包覆住你的 而是你可以放开手 好像往前奔跑 然后跑得很快 然后可能不会是停留下来的感觉 那像欣喜老师 你刚刚这样子带领我们 去感受这两只精油的能量啊 我就有在想说 像我们精油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精油 是我们不常认识的植物 像薰衣草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在薰衣草田吗 那柠檬我们也可以想象 它是一棵柠檬树 那如果我今天对这棵植物 其实是完全不熟悉 比如说像尤加利啊 尤加利虽然说很常见这只精油 但是可能我对这一个植物 其实是不熟悉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去做一下 这个植物的功课呢 才能够做这些想象 所以我自己在熟悉精油 除了透过香气 很直观的 你会在你的经验抽屉里面 抽出哪一个跟它做连结之外 我也会去搜寻它的图片 就植物本身的图片 那比如说你上完去查到 尤加利这棵树 你会发现它的叶片是尖尖的 然后长长的 好像有一种可以延伸出去 绵延不绝的感觉 然后可能你也会查到 有一只五尾熊攀爬在它身上 那这些异象呢 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说 它也是比较好亲近人的 那你看到 可能你会想要过去摸摸它 碰碰它 那它跟人之间是没有距离的 那它绵延不绝的那个部分呢 可能也可以去延伸我们的思考 然后让我们更具有跳躍性 或是更具有延伸性 所以我们在这个想象的过程 像刚刚你带我们 闭上眼睛想象的这个过程 我们是需要编闻这个气味的吗 是的 哦 了解 所以其实我也很鼓励 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平常呢 跟我之前一样 就是拿到一瓶精油 只是把它打开 然后闻一闻 哦 原来它是这个味道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 放回柜子上的话 其实我会邀请你在 听完今天的节目 然后呢 你可以拿一两支 甚至是一次一支 就照着今天 新西亚老师带着我们 去感受这一支精油能量的这个步骤 我们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这一支精油 跟我们自己之间的连结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啊 你可以更认识这一支精油 而不是只是 这支精油是书上说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你印象中 它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啊 其实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收获 然后我也希望给听众朋友 有最大的收获 是你在今天的节目之后 你可以有更不一样的方式去认识精油 而且呢 是从你自己身上的感受 你真实的感受去 跟这一支精油做连结 那也很感谢大家 就是听到最后 然后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新西亚老师 特别来跟我们分享这一集节目 因为呢 我们在录制的过程 我们两个都非常的紧张 所以如果说今天啊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一点 前面有一点 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或者是你觉得我们 有点手足不错 就请大家见谅 因为我们呢 今天是现场录音 那我们两个都有一点紧张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节目 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也谢谢新西亚老师 谢谢一新的邀请 那我们就是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